据韩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月30号下午乘坐被称为末日飞机的E-14B空中指挥机抵达韩国乌山空军基地 31号,他在与韩国国防部长官李中谢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美方对韩方提供延伸威慑的承诺坚弱钢铁 该承诺涉及核武、常规武器、反导力量等美国的所有军事力量 奥斯汀表示,美国已向韩国调遣第五代战斗机和罗纳德里根号航母打击群 今后将继续在韩部署更多类似战略武器 2月1号和3号,韩美两国空军分别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上空举行大规模联合空中演习 韩国空军派出了F-35A战斗机与美军的第一B战略轰炸机F-22、F-35B、F-16C战斗机进行了联合作战演练 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两国将继续提升与美国战略武器对接的延延水平 1月31号晚,美防长奥斯汀乘坐E-4B抵达菲律宾 2月2号,奥斯汀与非总统马克思举行会晤 当天,美国国防部和菲律宾国防部发表联合声明 双方同意扩大2014年签署的美飞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飞方将向美军开放另外四个军事基地 据悉,美军2014年以来已经可以在飞境内的五个军事基地轮换部署 加上此次新开放的四个,美军将在整个菲律宾群岛上拥有九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 美飞双方均未透露新开放四个军事基地的具体位置 但此前诸多外媒报道称,他们可能位于菲律宾北部旅宋岛的卡加岩省 伊沙贝拉省三淼里士省和非西部的巴拉旺岛 若以卡加岩省为基地,美军可轻松抵达更北的巴布岩群岛和巴丹群岛 这两个地方距离中国台湾仅百余公里远 而三淼里士省的基地直面中国黄岩岛,巴拉旺省基地的西部方向就是中国南沙群岛